《香蜜沉沉浸如霜》这部电视剧主要讲述的是杨子饰演的锦觅和邓伦饰演的旭凤一段的虐面故事 该剧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相当的搞笑和幽默的 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后面的剧情也就越来越虐心了 剧中的扮演者刘英公主扮演者陈玉琪外表清新亮丽眼眸清澈领动 陈玉琪在锦绣未让中饰演的九公主初登场被以鬼马精灵的形象 获得众多观众好评 唐颜工作室的第一批蚁人 刘英公主一直给人也是英系十足的感觉 敢爱敢恨 适适和魔戒公主这个角色 剧中也一直很中性的造型 而这一结婚礼服的装扮确实很惊艳 可莫茨举行婚礼的时候也是一席黑色礼服 但是比较简单 毕竟这次赤摩尊结婚 礼服比较隆重华丽 所以让我们看到真的比较惊艳 从而被大家认识 这次在香蜜沉沉浸如霜 虽然是女配角 不过这次她出演的也是一个很吸粉的角色 在现时穿搭也是可言可天 陈玉琪的这个锁骨衣之间也是超级美 最主要是皮肤光滑 即使穿这样素雅的衣服也能显得芙如宁芝 而且气场十足 时尚迷人 充满青春活力 穿上高跟鞋的腿白皙 纤细的大长腿让人无法一目 陈玉琪亮相 她身穿一套很简约的衣服 上半身是一件白色的短袖 下半身则是一件黑色裤子 穿搭朴素 却显气质 白色T恤只有胸前 加入了一行小小的字母印花图案 显得很是清新随性 微微卷起袖子 又显得比较的休闲和舒适 搭配黑色的长裤 也显得很清爽 不失时尚感 气质很好 清雅又干净 所以搭配简洁的穿衣风格也很适合 她还搭配了一款白色的包包 不仅时尚 也显得很实用 她还将头发全部砸起 露出精致的五官 陈玉琪身穿一条一席白色 金花莲衣裙 清新淡雅 简约大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